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屆美國大選的選情可以說是進入了反高潮 昨天就由紐約郵報打響了10月驚奇的第一槍 揭發拜登和亨特兩子爺涉嫌干犯貪腐和濫用職權等嚴重誠信問題 而特朗普陣營當然就是緊咬拜登不放 特朗普的老友兼他的私人律師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 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就談及到 說昨天《紐約郵報》所刊登的資料 只不過是他所掌握的全體資料的5% 即是預示著在十一院大選前 有關於拜登的醜聞可以說是陸續有來 到底他還預告了些什麼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朱利亞尼在訪談當中談及到 說昨天《紐約郵報》所刊登的資料 只不過是他掌握到那隻硬碟裡面的5% 他還預告至少有兩宗資料 比起昨天《紐約郵報》所刊登的更為嚴重 而其中一宗真正牽涉到大額金錢貪腐的問題 就和中共有關 他的原話就是 The real big money corruption takes plac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大家就真的可以拭目以待 究竟朱利亞尼還有什麼料爆出來 如果真的牽涉到和中共有關 就等同於把拜登打殘 與此同時 特朗普也公開向拜登叫陣 他在出席一場造勢大會當中提到 說拜登必須即時公開所有 有關於他家族業務的資料和紀錄 包括了他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其實特朗普和朱利亞尼就是 所謂的互為表女或者叫做女影外俠 現在朱利亞尼就去爆料 而特朗普就去咬拜登 其實他們整個陣型都是非常忍得 而且在時機上都算是拿捏得很準確 實情這隻硬碟早在去年的時候已經出現了 當然我們就不清楚究竟朱利亞尼 什麼時候才能拿到這隻硬碟裡面的短片 或者是那些淫照 或者是裡面的電郵紀錄 但是相信也是拿了一段時間 不會說昨天拿到今天就發布 人家也要核查一下 究竟裡面的東西 初步來講是堅定流的 對不對? 如果是流的 這樣爆出來 只會是倒米 好了 他們選了在10月中的時候就爆料 如果是太早的話 恐怕那些選民是消化了這些信息 比如說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烏克蘭的議員 去爆拜登和烏克蘭前總統 波羅辛科的電話錄音 後來那些選民都好像是消化了 而且美國的主流媒體也是鮮見有報導 所以這次真的算是好忍得 我都知道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 或者是粉絲 都為他著急 現在相信不少人都鬆了一口氣 原來就是好氣在後頭 既然朱利亞尼都說了 現在只是爆了百分之五的資料 還有百分之九十五 是等待來發放的 即是明顯地告訴你 他們在擠牙膏 而這支牙膏 起碼是擠到大選那天 所以 由今天開始到11月3日 都陸續有東西看 好了 拜登陣營方面又怎樣呢 其實對於這宗醜聞 他們沒有怎樣回應 反而來說 整個美國只有極少數的主流媒體 是肯去報導這宗消息 就算有些肯報導 也不是直接來引述紐約郵報的指控 而是說Facebook和Twitter 就禁止了這宗消息的傳播 其實很多媒體都是三瞻其口 不敢說或者不願意說 但幸好一件事 就是現在身處在一個互聯網的時代 就算某些網站 他只是想禁止這些消息傳播開去都好 但起碼那些選民的求資欲 他們都是要得到滿足才行 所以他們就會自己找資料來看 就算你怎樣禁止 都是禁不絕的 正如老毛說的 這些叫做星星之火 可以療軟 至於社交平台 比如Facebook和Twitter 你都未曾100%證實到 紐約郵報所發布的新聞是假的時候 你就已經禁止了他的傳播 這些完全就是雙重標準的虛偽 正如我今早所說 喂 你有什麼可能這樣做呢 在四年之前 特朗普被人老屈他通俄門 說他跟俄羅斯勾結的時候 根本上是紫虛烏有的 而且當時都只不過是未經證實的消息 而且又是匿名的消息來源 那為什麼當時這些社交平台也好 或者是主流媒體也好 他們就大肆地報導 他們又不拿回今時今日這個道德標準 放在四年之前來用的 反而現在就說這些不要傳播 這樣你是很偽善很欲善 你明明就是偏幫某一面 所以為什麼我說那些民意調查的結果 你怎麼相信他 就算最終大選結果是怎樣也好 那些民意調查其實很多都是假的 很多根本上是做出來為了影響民意 其實就不是真的做調查 我相信就是這樣 你看看他們連這宗消息報導都不報導 你可以用另外一種角度去報導 譬如說質疑《紐約郵報》所說的是假的 也可以 但是就不是不報導 作為一家媒體 是很應該將新聞自由 以及公眾的知情權 放在第一位 沒有理由去搞新聞封鎖 這些不是一個民主自由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好了 那說回朱利亞尼的訪談 那個主持人就問他 喂 現在你所掌握的消息 究竟有沒有其他人知道的呢 這樣 朱利亞尼就回答他 這個是很重大的國家安全問題 如果中國人是沒有擁有到 他手上的所有照片的話 他固然就不會擔心 當然 中國人就已經擁有了他手上掌握的每一張照片 那他言下之意 是不是代表著一件事 就是這個亨特其實是被人要脅的呢 當然我們就是 只能夠從字面來去推測他的意思 但是 喂 這些照片你被人掌握著 但是又沒有公佈 那人家拿著在手上做什麼呢 那至少會令人有這個聯想 最好這個亨特自己又出來交代 而朱利亞尼再提到一個質疑 就是非常好的 他說 如果你明知道自己的兒子 是遇到毒品上癮的問題 你還會不會被他和世界上最狡猾的人打交道呢 而僅僅是因為他會獲得數百萬的美元 他說 這個比起說是對於亨特的指控 就更加像是對於拜登的指控 他說這番說話是有道理的 所謂自不教就父之過 你身為他父親 而且做到衛極人臣 做到副總統 竟然連自己的兒子都看不住 你怎麼來到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是不是啊 你連自家的一步都做不到 當然有些人走出來質疑 包括有些只是講粵語的評論員 好笑的 這是拜登的問題嗎 這是亨特本人的問題 是錯的 現在就算對於亨特的指控 到最後都會射到拜登身上 為什麼呢 比如說今天紐約郵報那篇的報導 為什麼那家烏克蘭的能源企業會請亨特 難道真的亨特有他的個人本領嗎 真是他本事嗎 誰人都知道是因為拜登的關係而請他 如果亨特不是拜登的兒子 請他老美 是不是啊 怎麼會這樣亂評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不是要偏頗 要支持哪一個人 而是 沒理由這樣蒙著自己的眼睛去評論 免得說人 不過我就 但反正 我就不同意說這些完全是亨特自己的問題 而是跟拜登無關 這些說法是說不通的 好了 至於這宗醜聞 對於選情的影響 相信就是會逐漸浮現 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千萬的選民 進行了郵寄投票 以及提前投票 有些人去到票站 但我相信這班人當中 很多都是兩黨的核心支持者 如果說是那些郵離選民 中間選民 其實有不少人都還在猶疑 在十五十六 這班人對於選情最重要 因為那些核心支持者 其實無論候選人多爛都好 他們都一定會投票 但影響的選情就是這班中間選民 游來選民 尤其是在說搖擺州的選民 如果朱利亞尼所說的說法是真的 陸續會有一些爆料出現的時候 其實都阻擋不到民眾的好奇心 現在Facebook也好 Twitter也好 他們故意說要封鎖這些資料 就只會使得那些人 愈特地去看 你不封他 反而有些人看完 都水掛背不看就算了 你一說封 就當是禁文 禁文就好看 甚至乎看著 上映就追著來看 當劇集這樣 你不禁他就由自可 禁他 就肯定會追到有些人八卦去看 這是人性來的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你說我樂觀也好 拒了去禁 是會適得其反的 你說至於主流媒體不報 事實上主流媒體 在現在這個互聯網的世代 那個影響力都逐漸下跌當中 而互聯網的影響力 就在上升 有些網站封了他 但始終都封不完 只要有隨便的途徑 那些民眾仍然看到的話 就會對於選情有影響 而且朱利亞尼說陸續會有 那就對了 如果陸續也有 那些人就會陸續看 所以 這個選情 我相信 逐漸會明朗化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